今天來跟各位介紹一個非常酷的藍牙喇叭 那這一個喇叭是我目前開過 開箱過的喇叭裡面最酷的一塊 它到底神奇在哪裡 我們一起來看下去 首先我們先來開箱 在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復古造型的藍牙喇叭 然後我們把它打開來 然後一樣一樣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配件 它附了一條音源線 MicroUSB的傳輸線 附上了三組貼紙 這是8B的風格的貼紙 還有三張明信片 一樣是8B的風格的 我把它攤開來給大家看 好 這是所有的配件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款喇叭 它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首先我們先看到它的外觀 它是採用復古電視的造型 那這個螢幕啊 它不是只是裝飾用 它是有16顆RGB的LED 所以它在顯示畫面都可以做到非常精緻 還可以做成動畫 然後再來是旁邊這兩個旋鈕 它是模擬那種復古電視 早期的那種旋鈕 那它除了可以轉之外也可以用按的 那再來是下面這顆按鍵 它可以去選擇你的輸入來源 輸入來源有兩種 我們翻過來背面 打開這個防塵蓋 這邊是電源 這邊是MicroSD卡 那這個是3.5音訊輸入 再來是充電孔 它接的是MicroUSB的充電 那它的音訊來源有三種 第一個是藍牙 大家平常用手機 就可以用藍牙去跟它對接 第二種是記憶卡 插上記憶卡然後裝滿音樂 你就可以直接用記憶卡的音樂來播放 再來是第三種3.5音源線 那有些人的電腦沒有藍牙 那就可以用3.5音源線來接 我覺得音質是藍牙喇叭的核心 音質不好 我覺得這顆喇叭你不要買 可是這顆喇叭音質真的非常好 那它有一個6W的單體 跟低音反射孔 那音質到底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直接秀給大家看 手機已經先連線了 我先用KKBOX播幾首音樂 讓大家聽聽看 比如說 然後我在做音量切換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的畫面 它也會做顯示 有沒有 好 我們再換一個節奏強一點 聽一首Linking Park 有沒有 音質確實是非常好 那我覺得像這樣的喇叭 它的外型這麼好看 那擺在桌上當作你的桌面的小物 都還滿適合的 而且它畫面會一直的 不斷的一直去切換 好我們把音樂轉小 接下來我們來繼續介紹這個喇叭 那再來是它最炫炮就是這個畫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它有很多種動畫 那上面這顆旋鈕 可以讓我去切換動畫 如果去連接手機APP 我就可以下載更多的動畫來看 那它也有時鐘模式 你擺在桌上 就可以當作時鐘 平常看著也很療癒 然後呢 它有各種動畫可以讓你去看 這樣我去切換它 像這種馬賽克的動畫 我覺得也很好看 然後當你下載了APP之後 它有一個專用的APP 這一個Divu Smart 這一個APP 打開來看 你可以看到它APP裡面有很多的功能 當你下載了APP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它更多的功能 我們把這些功能 比較特色的 一個一個拿出來給大家講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可以畫畫 也就是說我可以制定 這個藍牙喇叭 它畫面要呈現什麼 比如說我現在寫一個 也要簡單一點的好了 好有沒有出現 它可以同步這邊的畫面 然後你可以變換顏色 然後再去寫一次 所以我先清除它 變換個顏色好了 好這樣子 寫個好 有沒有 所有的字都可以讓你自己去寫 然後你也可以 如果你有繪畫功力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去做這個圖像編輯 好這是自訂畫面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它APP裡面 有一個內建的一個動畫 那所有的動畫你都可以從上面去下載 比如說像這邊有一個小鴨 點一下 下載之後 欸 這邊就同步小鴨的圖案 有沒有很可愛 再來啊我個人有一些動畫 我真的覺得很讚 像這個氣功的快達氣功 還有像這個美國隊長 所以啊這邊有各種各種動畫 如果你自己有個人的喜好 你就可以自己去下載來看 如果你以為它只有聲音好外型好之外 那你就錯了 這顆喇叭它功能非常多 首先它跟一般的藍牙喇叭一樣 都有內建麥克風 所以它一樣可以當免遲聽筒 它除了內建麥克風當免遲聽筒之外 它還有別的功能 比如說像這邊 它可以接受你手機的訊息通知 當你手機有任何的訊息過來之後 它這邊像這個IG 它都有設計這個發幣的符案 像Facebook啊 然後WhatsApp 那LINE 這邊常用的這些通訊軟體 它都有內建發幣的符案 再來這個時間管理 就是這個行事曆 那你可以用它來調整你自己的作息 好再來是行事曆 那這個我這邊有設定一個我兒子的生日 他生日到的時候就會跳什麼圖案出來 再來呢紀念日 這些都跟行程有關 再來是馬表 好當你如果打開這個馬表之後啊 就會開始計時 好那這樣子你的藍牙喇叭 就多了一個計時的功能 再來我們來看一道這個計分板 兩邊它就可以去計算你的分數 像當如果說兩邊的人在玩桌遊啊 或者是玩手遊啊 那你就可以同對藍隊去計算成績 這是計分板 再來是噪音偵測 你可以看喔 因為它內建麥克風 所以它多了一個噪音偵測功能 按一下開始 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會偵測這個環境的db數 看你家如果有一塊鄰居 半夜會念佛經的那種 好你就可以用這個去偵測它 非常有趣 這都是小功能 就是在既有的硬體功能上面 再開發更多的可能 然後再來是趣味遊戲 你可以在上面玩各種的遊戲 像這個俄羅斯方塊啊 然後5G啊 骰子啊 這些都是小功能 還有一個功能我覺得很棒 就是這邊有個睡眠的功能 很多人的家裡喔 它平常在睡覺的時候 車子經過然後就會覺得很吵 像我住家是那種老舊眷村 半夜會非常的安靜 可是不時就會有那種送報紙送牛奶 像我入睡時間比較晚 它車子一經過我就會被吵醒 所以它這邊就可以用那種自然環境的聲音 去陪伴你入睡 然後它的螢幕會顯示一個阿法波 那我這邊示範給大家看 比如說我這邊點海浪 它就會秀出這個海浪的聲音 那有些人聽這種海浪的聲音 就會比較容易入睡 這種是屬於白噪音的部分 然後或者是 鳥叫蟲鳴 這是蟋蟀的聲音 然後這邊可以讓你去設定 這個環境的聲音大概要放多久 那這個你就要憑自己的經驗 我如果躺下去 大概15分鐘會睡著 那就選15分鐘 不要讓它想整晚 那最多可以設定到一個半小時 這一個部分阿 它可以透過手機下載 那睡前的時候 點一下 讓它去播放 那再來阿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功能 就是趣味留言 點一下這個趣味留言 那假設阿 如果我今天 我是老公 然後我老婆在家裡 然後我起床的時候 想要跟老婆交代一些事情 比如說 欸老婆 今天晚上那個 我們要出去旅遊啦 你記得幫小孩子準備衣服 什麼樣的 那我就可以 在老婆睡醒之後 讓她看到 喇叭上面有一個訊息 那怎麼用呢 這邊 開始按錄音 老婆今天晚上要出去玩 記得幫小孩子準備衣服 裝行李箱 好就這樣 掰掰 老婆今天晚上要出去玩 記得幫小孩子 準備衣服 裝行李箱 好就這樣 掰掰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阿 它會有訊息的符號 那如果你老婆起床之後 應該是我老婆 她起床之後 她就會看到 喇叭上面有個訊息符號 她去點一下 就可以回放 然後在這個地方阿 她還可以去調整這個語調的速度 好 語調的速度 點一下 老婆今天晚上要出去玩 記得幫小孩子準備衣服 裝行李箱 好就這樣 掰掰 那這邊就可以讓你的家人 去看到語音訊息 點一下 就播放 那這個功能我覺得就 相當的貼心 一般人家的喇叭沒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 算是一個bonus的功能 然後她又很妥善的利用這個螢幕 然後去讓這個功能做最大化 那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好 像我剛剛手機上面一直有人敲我 臉書也有人敲我 她這個地方阿 就會出現那個 FB的訊息通知 好 你看她 這個時候我的手機阿 有人在敲我 所以她這邊也會同步秀出這個 臉書的訊息通知 那這個對於我來說 我就覺得相當方便 就是我平常可能 不是隨時都會把手機拿在身邊 可是藍牙喇叭 可能要瞄到 有訊息 那我就會過去看一下 看一下手機的訊息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提示 對於一些 平常有在用藍牙喇叭的人來說 有額外的功能 就還不錯 它不是靠燈號 而是靠整個螢幕去顯示 我是什麼東西 什麼軟體 社群的通知 有人傳訊息 那再來阿 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是 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 我在播歌的時候 它其實它會 秀出歌名 這個我覺得也很重要 你看喔 阿妹 有沒有 歌名就秀出來了 再換一首歌 那現在我都是用KKBOX 都不是用它原本內建的 播放軟體 就很方便 來個 阿嬤的味 方便 有沒有 很有趣 換什麼歌 我大概瞄一下 就知道什麼歌 那各位入手之後 可以去下載它的專用的APP 那這個APP它分別支援Android跟iOS iOS我現在拿的是iPhone XS Max 跟Sony的XD3 那再來阿 這一顆喇叭它支援BT5.0 也就是藍牙5.0 那它的優點就是 當你在聽歌玩遊戲的時候 或是看影片的時候 它不會延時 好那我現在就示範給大家看 這邊你來看一下喔 這樣的新聞直播的畫面 跟聲音 是完全的同步的 有沒有看到 它的聲音跟畫面是同步的 所以 你在聽歌啊玩遊戲啊 的時候 你的爽度會更高 可是你又不會有延遲的感 像一般的藍牙喇叭 或藍牙的耳機 最大的問題就是延遲 你沒有辦法 去做有影像的動作 那這顆喇叭它的規格支援比較高 就沒有為這個問題 就很方便 介紹了這麼多功能啊 這樣一顆藍牙喇叭 到底要多少錢啊 答案是2480 非常便宜 它功能啊 外型啊 音色 還有剛剛介紹的 這麼多的一些方便的功能 它遠超於市面上 一般的藍牙喇叭 而且它這個喇叭 它一共有六種顏色 個人是挑這個綠色的款式 然後它的質感也都非常好 你看它外面是 我也不太確定它是塑膠還是金屬 可是它的手感是非常沉 然後它的底座是那種比較軟 橡膠 所以擺在桌上很穩 音質也漂亮 那目前這顆喇叭 在PC Home啊 博克萊啊 都買得到 大家自己去上網 去搜尋 哪邊便宜 哪邊有優惠 自己去找就好 那這顆喇叭 就介紹到這邊 各位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那更詳細的介紹 其實我有寫開箱文 大家可以去看 好今天就這樣 掰掰 掰掰